台湾声音记忆 白尔化梅是台湾的特有种野鸟 和它同属的有七种 分别是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脉 云南的西北部 中南半岛的山岳地带 和苏门达腊的高地 台湾的白尔化梅 多半是分布在中海拔的山林 尤其常见于海拔2100米 到2500米附近 是一种高山性的鸟类 不过到了冬天 白尔化梅会飞到 只有几百公尺高的 低海拔山区去避寒 是台湾相当普遍的一种流鸟 它们的歌声回荡在山林里 就显得特别的苗亮悦耳 也因为上天给予它们 动听的声音 因此白尔化梅 也获得了森林歌手的美名 台湾总共有四百多种野鸟 其中很多野鸟 都是根据它们的外形特征来命名的 在鸟类里面 眼睛部分长得像戴了一个眼罩 看起来仿佛是蒙面霞的还不少 例如说在台湾常常看得到的 柏牢和红头山雀 就是像这样子 戴着黑色眼罩的蒙面霞 而白尔化梅 也是蒙面霞鸟当中的一份子 只不过它戴的不是黑色眼罩 而是白色的眼罩 白尔化梅的头顶 飞鱼和尾鱼都是深灰黑色 胸部和背部则是比较浅 的灰色 腹部和脚是淡橙黄色 腰部和尾巴下的羽毛 则是鲜明的橙红色 至于它最大的特征 则是在脸部两侧 各有一条由嘴部延伸到耳朵后面的 白色过眼线 这条线涵盖了眼睛耳语 一直延伸到头部的后侧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白色的耳朵 又像是戴了白色的面罩 相当的醒目 也因此才会被命名为白尔化梅 和多数化梅鸟一样 白尔化梅喜好群体生活 它们平常是以果实 种子 花蜜和昆虫作为主食 每当台湾中海拔的山童子 玉山甲沙梨等果实成熟 红艳艳地挂在树上的时候 白尔化梅总是会呼朋引伴地 一起前来享用 而当它们吃饱了 准备要开演唱会的时候 听到这些森林歌手鸣叫声的人 总也不免会想 化梅鸟的歌声就应该如此的 回荡在森林里吧 那些被养在笼子里的化梅 是多么的凄凉寂寞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